我們現在是一到每天在埔里整理綜合球場 就是地理中心杯比賽那個時機都可以打 另外2、4、5、6日在埔里國小也都可以打 歡迎大家如果有空可以隨時來交流一下 我們埔里其實不好 因為都是屋頂的 大家都在裡面 室內的好了 所以我們只要到外面來都是 受不了 沒看見 那最後一個 我們非常熱心的不能輸的豬爸 他真的非常熱心想要把我們這一群聚集在一起 讓我們以後能夠多多的交流 所以我們第一次的活動 拜託大家一定要盡量來參加 另外他也有千交代萬交代 如果你們想要爭取蓋球場的 也可以找他來幫忙 好不好 給他掌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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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賣 所以這個是我們能夠做 我們就做這個 但是今年可能態度整個會調整 可能會採取俱樂部的型態 那當然也有採取分析的方式 到我跟亞洲聯會做建議 所以如果大家有意願或有機會可以來挑戰看看 第一點就在國際網核中心 那為什麼要繼續辦這一次 因為中國大陸已經起來了 那目前他在國際地位目前還沒有申請進來 那我圍籍這個會籍原因是我們要辦下去 國際能見度才會維持在這邊 如果今年不辦 可能接下來他們進來可能很多東西又不一樣 所以我之所以這麼堅持去某種程度國際地位上 我覺得已經有一定的影響力 那我不想輕易退出 因為我講過了 我不是講中正 因為一旦你退出 要再回來就很困難 這是國際的遊戲規則 所以這邊請大家多多支持 好好培養下一代 讓更多的年輕人來參加這個國際賽 我想把國際賽載到台灣 你不一定要花很多錢一定要出口 因為外國人進來也是一個國際交流 我想今天最後再次感謝大家 為比哥所付出 好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